蒙甲服飾商圈又名大理服飾街 当初因临近万华车站、大道城码头等交通之变 使附近一带陈一加工厂开始聚集 后来渐由零售转为大量批发 成为当时北台湾相当重要的服饰业重镇 亦为台湾第一个服饰商圈 60年代陈一业成为商圈的主要产业 更是在70年代达到顶峰 但随着经济产业重心的东勒 渐渐被五分谱商圈取代而没落 近年政府开始改善商圈形象 协助业者打造已成为亚洲流行成因圣地 在意象方面以Manga识别来营造 近年台湾服饰市场由于日韩风的兴起 政府希望能发展出属于台湾的时尚和国际接轨 向众该商圈 该商圈的服饰从设计到制造都标榜着梅林台湾 并将万华旧区公所改建成台北服饰文化馆 西元二九服饰创作基地 台北制堂所是一所曾经存在于台湾日治时期的浙堂制造工厂 台北市政府在2003年指定原为其所属的三栋餐库 以古月台为市定古迹 并于2011年更名为堂布文化园区 当时以牛汁拖动石造摩敦 榨测成汁 并以浙夜生活组成焦堂 这也是本地被称为唐布的由来 自2000年起唐布文化园区每年皆举办 蒙甲甘蔗祭文化祭 有点燃甘蔗祭坛圣火 甘蔗舞表演 唐诗朗诵 颇笑甘蔗比赛 与甘蔗大卫王比赛等活动 蒙甲龙山寺又称万华龙山寺 庙城的左右两边设有静心瀑布与喷泉水池 供奉观世音菩萨的龙山寺 不分平假日来香火总是鼎盛 龙山寺不仅是居民的信仰中心 以凡意识诉讼等祈求神灵攻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受空袭的摧残 终殿全毁 为观世音菩萨圣像仍端坐连台 宝像庄严 以往遇有空袭 居民皆以观世音菩萨连坐下为避难所 然此次空袭前夕 避难居民因不堪凶文 肆虐约纷纷返家 以至终殿受损时无人受难 居民相信是观世音菩萨庇护和奔乡走告 此一神迹更使得观世音菩萨成为 蒙甲居民的一大精神支柱 龙山寺坐北朝南 面城回字行 为中国古典三进四合院之宫殿式建筑 由前殿正殿后殿以及左右护院构成 前殿为十一开间 分为三川殿龙门厅虎门厅 三川殿前有一对全台警舰之 铜柱盘龙柱 正面墙堵 则由花岗石与青斗石混合组构而成 墙上故事多出自于三国演义和风神榜 赋予教育意义 正殿屋顶采歇山重岩室四面走马廊共四十二根柱子构成 殿外墙堵留有多幅名画法家时刻 殿内的螺旋早景不非一丁一铁 便由斗拱镶嵌签构筑而成 正殿屋顶采歇山重岩室为典型的如道教诸神佛供奉处 左右护龙各配有钟楼和鼓楼 城中木鼓 其窖顶式扁六角形的屋顶造型独特 全寺屋顶极带和飞檐由龙凤麒麟等吉祥物造型 适以简年和胶纸桃色彩规律 堪称台湾简年艺术之精华 民国七十四年政府公告蒙甲龙山寺为国家保护之二级古迹 与国立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并列为国际观光客来台旅游的三大名胜 蒙甲龙山寺每年定情举办庆典以及民俗活动 如农历正月花灯展览 四月慕佛节 七月渝兰彭圣会等 民众来到蒙甲龙山寺除了欣赏台湾寺庙建筑艺术之美 亦可以感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乐趣 龙山寺旁边的小巷子是西昌街二二四巷 当时更被人称之为救命巷 也是现在的青草巷 或许医学还不发达的年代 人们只要有病就会求神问佛取药签 所以过去神庙中甚至可以开草药的偏方 给信徒带去抓药服用 并喝青草熬成的汤汁来治病 在医学发达的现在或许很难想象这种行为 但过去却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治愈疾病 也因此有如此的需求 许多专卖药草青草的店铺 就会选择在庙宇附近的地方开店 好方便民众在庙宇取完偏方后 直接到铺子里抓药 剥皮疗历史街区 是台北市硕果仅存的清代街道之一 迄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这边是在2009年才修整完成 对外开放 隔年猛假就上映了 过了十几年 已经没有当时电影狂热的人潮 现叫比较多为展演空间 且较为小众 毕竟不是像华山等松烟那种展览的规格 学生的便宜展览居多 华西街夜市是台湾第一座的观光夜市 更是许多国外观光客最爱朝圣的夜市 夜市入口处的中国传统牌楼建筑 更是打卡拍照的经典地标 提到华西街美食就一定会想到 蛇肉、蛇酒以及世界文明的沙蛇秀 也因此早期的华西街也称之为蛇街 随着美食文化的演变 华西街从蛇街美食文化 逐渐转型成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美食街 从贩卖各式山产海鲜野味小吃 到现在指定必吃的小王主瓜 原番挂包 秘制菊花面 华西街正在用美食 撰显在台北的历史地位 天门年过去是一片荒蕙的地带 于日治时期的时候 日本人决定仿效东京浅草 特别打造出西门堤 现在成为许多年轻人最爱的地带 也被称之为台北元素 不仅外国观光客到台湾必然朝圣 也是台北市西区最重要 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圈 商圈中不仅有电影院、书店、KTV、客室餐厅 还有许多时下年轻人最爱的日韩流行商品 书籍、唱片、服饰全部同步流行 像是万年大楼就是西门町最经典的地标商场 不仅是台湾年轻人流行次文化完整展现的区域 更是台北仅次于西门町最热闹的地带 万年大楼里面的魔星公仔 还有楼上的汤姆熊荒烈世界可以玩 国高中生最爱的游戏机 亲子出游也非常适合 还是很值得一逛的西门町景点 电影主题公园于西元1934年 日据时代成立的台湾瓦斯诸事会社 闲置34年后变身为西门町最大的一块 公园绿地 煤气公司旧有的厂房、烟囱、炼胶炉等设施都还保存在 美国街过去又称作二手街 十几年前街上开了第一 也是唯一一家服饰店的美国学校 专门贩售美国二手服饰 以前在美国二手服饰是不能私自贩卖的 丢弃的衣服要回收 后来有人把这些衣服称重买走后寄回台湾卖 结果二手服饰大大的风靡了市场 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朝圣 之后随着媒体报导与hip hop文化的流行 许多美式风格的店家纷纷进驻美国街 就此奠定了此街道的特色 台湾最富盛名的刺青场所 西门丁文生街 在1999年刺青师李耀明 在汉中街五十江开设第一家刺青店 逐渐打响名声后 决心要打造台湾第一条刺青街 已经一番经营推广 他在这条小街陆续累积了其他刺青店 并号召穿环 人体彩绘等店家聚集 爱情涂鸦艺术家替美家店面的铁门作画 逐渐形成知名的刺青街 在2012年的时候 在台北市文化局的协助下 更挂起西门丁文生大街的招牌 日治时期称八角堂的西门红楼 是许多年轻人逛西门丁时 必然会经过的经典景点 也是观光各道台湾台北旅游时 访问西门丁必然会探索的地标 西门红楼于1908年 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 2000年时曾发生过大火 后来因为整修才有了现今美丽的样貌 馆内则是设置了展览介绍西门红楼的历史背景 也设有一座咖啡厅与许多文创小店 提供休息及购买文创商品的场域 而馆外的广场也经常举办各式活动 对面一整排的商店 则是夜间许多年轻人热爱朝圣的酒吧 从白天到深夜 西门红楼总是充满了人潮 络绎不绝 1956年后 因为电影渐渐的普及 而更名为红楼戏院 又称红楼电影院 当时西门红楼开始播放黄梅调 以及其他国语电影等 为西门丁早期电影街的起源之一 红楼戏院是台湾最早的同志戏院 更早以前他其实是在演戏曲的地方 后来因为戏曲没有太多人看 就改播二轮电影 由于价格便宜又不清场 一些有点年纪的外省及叔叔伯伯同志 就会一直留恋在那边 躲在戏院的后排或是厕所 帮人吹弄 久而久之这家戏院 就在同志圈内小小的有名起来 当时的同志资讯是不能上媒体的 是违法病态 记者如果会传这些事 都是以社会新闻的角度 用嘲笑的口吻报导刊登这些事情 当时的同志只能在一些公厕里头 看到前人的留言 或者是在午夜的新公园里 听到老同志的口语相传 你才会知道当时的同志密码